国防大学接二连三传出霸凌事件 这一次是大一新生遭到大三学长踩伤 导致肋骨和脊椎严重骨折 警方接到投报后已经向九人录取口供 包括受害者 今天下午也会传召涉案学长录供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鲁斯迪指出 由于受害者目前正在医院治疗 因此警方是在医院录完口供 另外八人也完成了录供程序 警方今天下午也将会传召涉案学长 到郊赖景区录供 初步调查显示 这起事件发生在10月21号 比国防大学学员用运斗烫伤同学胸部的事件 还要早一天发生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325严重伤人条文调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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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